大家好,歡迎收聽今集的二屆默示錄 我是黃若瑜,筆名列宇祥 今集的題目是意大利淪陷之背後黑勢力的首映 最近意大利由封城演變到封國 這件公共衛生事件 令到意大利的確診病例累積過萬 今天是3月12日 總統說意大利正處於一個至暗的時刻 宣佈10日起擴大到北部等地的封鎖令去到全國 直至4月3日才算 是全球首中因為疫情而封鎖全國的國家 不過位於北部重災區的倫巴蒂大區 倫巴蒂的首長擔心封鎖告知還是不夠 怕醫療體系會崩潰 還形容病人好像海嘯般湧入 意大利9日通報了新生確診病例 比之前一天增加一千多宗 我剛剛錄這段之前在網 那天又增加了二千多宗 真是很厲害 是中國以外疫情最厲害的國家 其中最嚴重的地方是經濟中心的地方 倫巴蒂、威尼托那些大區 米蘭、威尼斯這些我們熟悉的城市 都在這些大區裏面 據住在一些當地的留學生透露 就說他們很有趣 學校的停課信上會提到口罩 他們對口罩的態度都是這樣說的 說如果你有咳嗽、發燒這些疑似症狀 或者跟重症病人接觸就麻煩你戴上口罩 他們不知是怕人們連遇到重症 或者病都不肯戴 還是他們反過來覺得平時你沒有病是不用戴 會不會有這樣的潛台詞呢 當地的僑民就說在封閣之前 他們出門看到人們都不會戴口罩 如果那些人戴了口罩 他面臨就是其他人的好奇 或者是那些很奇怪的眼光 如果你坐在交通工具那裏 你一戴著口罩 你身邊就會整圈空位避開你的 甚至乎當地人會惡意攻擊和笑你 好了,這宗公共衛生事件 為什麼在意大利弄得這麼厲害呢 坊間很多的說法就說和一帶一路有關 有些就說和大陸溫州有關 實情是否這麼簡單呢 這集聽起來就好像說社會時事一樣 其實是不止的 去到後面會有一些有趣的神秘元素 希望大家耐心一點聽下去 在去年的三月底 意大利就和中共簽署了一帶一路計劃 那些合作名的備忘錄 就成為了七大工業國組織裏面 第一個也是唯一跟中共簽署了一帶一路的國家 我們很容易就把意大利多華人 和一帶一路拉上了關係 其實意大利多華人、多中國人 其實是歷史悠久的 根本就不是開始於去年三月底的 另一個很多傳媒引述的是 就說意大利情況這麼嚴重 是因為溫州人 為什麼會挖出來說呢 就是因為台灣有個前台南的縣長蘇換字 他在Facebook 上這樣說 其實不用他說 也有很多傳媒 其實幾年前也有報導過 我說有一個地方意大利是很多溫州人的 但是只不過因為他算是知名人士 一說完大家就全部引述他所說的東西了 我看了很多傳媒的說法 基本上都是挖回他的東西來講 那就加一點點跟進報道就算了 為什麼會說多溫州人呢 是因為大家都知道意大利是時尚之都 米蘭更加之厲害了 而意大利的大部分紡織繩衣廠 原來都很多現在變成溫州人做老闆的 那些員工都很多是來自溫州的 現在坊間那種說法就說溫州人 回大陸過元節之後呢 就將疫情帶回到一塊叫普拉托的地方 現在有一種說法說呢 意大利當局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的 但是他就擔心意大利 這個時尚品牌 Made in Italy 其實是Made in Italy by Chinese 就會擔心影響 他那個名牌的品牌價值 所以就可以不提就不要提了 就不要提原來很多是來自中國人感染回來了 不過我的查證之下 就原來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溫州人聚居的普拉托 就是意大利中部的 而現在疫情最嚴重的 就是意大利的北部 尤其是很多的死亡病例 都是在北部的倫巴底大區的 那是不是幫中國洗白呢 那又不是 我想說的是 意大利北方本來就已經住了很多華人 這些的移民或者黑市居民 有些是比起 自在九零年代開始大量由溫州過去普拉托那班 還要早的 而且其實是不止北部 中部和南部其實都是不少華人的 那為什麼意大利這麼多華人呢 那又的確跟很多傳媒報導說 就是普拉托那裏 那些溫州人去是因為做時裝 做紡織那些有關的 的確 意大利多華人呢 很多東西都是牽連到時裝這件事的 我們先說一下情況最嚴重的北方 根據意大利多種族融合的研究機構 有一個ISMU 它發佈的統計資料就說 我看到的資料就是 截至2018年7月 倫巴底大區 即現在疫情最嚴重的地區 那裏住了華人大概有8萬人 其中呢 這個男性佔了50.5% 女性佔49.5% 即是男女比例都很近 而米蘭、蒙宅、布利安宅那些 是倫巴底大區裏面的華人聚集區 大約有47,000人 看看另一個數據 在2012年 米蘭市那時的紡織企業有4,500多間 佔了倫巴底大區的紡織企業總數的30% 佔全國總數的差不多5% 那米蘭市的紡織企業之中呢 由移民管理的企業數目是1,000間 其中華人的個體企業是760多間 其他就是埃及、秘魯等企業來的 至於剛才說過很多溫州人住的 意大利中部的普拉托 那裏人口有18萬多 是托斯卡納大區的第二大城市 僅次於羅馬和佛羅倫斯 其實那裏在1950年代以來 已經有很大量的移民了 最初是來自意大利南部的 後來就來自國外了 最多的就是1980年代尾 即1990年左右開始移民的華人了 普拉托就有意大利第二多的華人移民 僅次於米蘭的 據2017年的統計 普拉托那裏有25,000中國人 但如果加上那些沒有合法身份的黑工 實際數字可能是官方數字的一倍 有差不多4-5萬人的 相當於當地居民總數的五分一 而九成的華人就是來自溫州 城市裏面有5,600間中國紡織企業 專門從事廉價成衣 據當地的主協會數據 這些中國人的成衣企業創造的價值 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21% 普拉托是意大利傳統的紡織工業中心 但現在被中國人改造成為廉價服裝的大本營 當地人就很流行 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地盤上輸了給中國人 但為何會發展到這個地步呢? 例如,原來故事是這樣 在90年代時 很多連鎖品牌,例如香港也有的 不要說名字了 Z字頭和H字頭的連鎖服裝品牌 開始利用亞洲的低工資 在那裏用他們的工廠 中國的工廠買的機器是德國製造的 與意大利普拉托的工廠用的德國機器一樣 中國人就請來意大利顧問等他們教他們怎樣去做 正所謂教式徒弟姆師傅 據意大利貿易協會的一些數據顯示 在2001到2011年的十年間 普拉托原本的6000間紡織企業 減到只有3000間 即是足足半 而紡織行業的從業員 都由4萬減到1.9萬,即是差不多減了一半 隨著普拉托的工廠倒閉 中國人又反過來 因為人們去了中國 用中國的工廠令他們少了生意 所以普拉托的工廠倒閉 但隨著他們的工廠倒閉 中國人又反過來去普拉托找商機 這些中國人就來自溫州多 他們就接管了那些貧林倒閉的工廠 起身廠房 他們就由中國那邊進入原料 去做衣服 模仿意大利時裝品牌的風格 然後在那裏的服裝上貼上 最值錢的東西就是意大利製造的標籤 華人活動不止在北部和中部 南部都有 以拿波利為例 在拿波利的港口 他們那裏的港口卸下的貨品 很多都是來自中國的 每年高達160萬噸 這些是有登記的 當地海關估計 底達拿波利港的貨品 有六成是規避檢查的 有兩成報關的單是沒有核對過的 五萬船次的遺禁或者宗師品 而其中來自中國是佔99% 很多的貨品會先在中國完成一半 去到意大利的東北部做細部調整 包裝了之後就去到全球不同的地方 在拿波利的郊區有三個地方 那些人就叫它中國三角洲的 叫做聖喬塞偉蘇威亞諾 泰爾齊尼奧 這個地方也是在拿波利的 另外就是有一個在坎帕尼亞大區的 那個叫做奧塔威亞諾 他們說這裏是中國成醫業 在意大利其中一個營運中心 而意大利在南方那裏的中國社群的活動 很多時都是在拿波利的其中一個地方 就是剛才有說的泰爾齊尼奧那裏開始 剛才有說到意大利的紡織業 即是原本的紡織廠 他們就不夠中國人來 所以因為人家的成本低於他們 他們就很多人做不住 但又不是全部公司都是這樣的 有些成功的工廠 即是他幫那些知名品牌做代工 仍然足以和中國人抗衡 你剛才說只是倒閉了一半 還咬點還沒倒閉 他們不敢全部將生產線東移 即是不敢發到亞洲 那他靠的是甚麼呢 其實呢 講到這裏 就講到他今集的核心了 華人之所以在意大利人口更多 勢力越來越大 他靠的是三樣東西 第一是經濟 這就今集不會多講的 我們不是講經濟節目 跟著那兩樣就會講 他第二靠的是黑工 第三就是黑勢力 而後面那兩樣東西 都跟華人是扯上很大的關係的 那我們休息一會回來再講 趙人真是好不捨得你走 我猜不到你這麼有情有義 沒有你還有誰幫我吃完死貓 香港經濟情勢險惡 失業潮已經殺到埋身 有分析說今年整體失業率或攀升到4-5% 在這個疫情之下 要找到一份工作非常不容易 求職者要比以前做更加多的準備功夫 才可以在增多足小的勞動力市場中脫穎而出 面試、解物、企業、政府工、求職題目 Top300 因應時勢和市場需要而誕生 見工面試的時候 考官會問些甚麼? 有甚麼大陸問題? 雕轉問題又有多雕轉? 新畢業生缺乏工作經驗怎樣拆解? 期望薪酬應該怎樣來頂? 各行各業的薪金範圍、僱主常用的技巧和陷阱 你又知不知? 五大面試扣分委 H.R. 揭避期來應徵個案 這本書為20個行業、86種職業作詳細分析 由人力資源顧問、嚴選325條必備面試題目 由籌備到應徵全過程攻略 還有直擊一些政府工和企業的面試流程 H.R. 心靈戰 解構面試觀的思維 有別於一般坊間的求職資料 完全用實戰角度 幫助求職者由零開始到離開市場為止 所有步驟、細節、秘訣毫不遺留 作者辦公室政治是資深人力資源顧問 任職上市公司多年 擁有多個專欄 只在幫助求職者找回一份報告 面試解密 企業、政府工求職題目Top300 已於各大書局有售 好,回來了 剛才有說到華人之所以在意大利的勢力 人口這麼多 靠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他們的財力 第二就是黑工 第三就是黑勢力 首先我們講黑工 在一個叫做托斯卡納的大區 中心地大的普拉托斯 和佛羅倫斯都因為中國人很多 和北方的倫巴大大區 一起成為意大利境內中國公民密度最高的地區 但是你減了數量 即是都不少的那些合法居住人員 非法滯留在意大利的黑工 更加是多到很難統計 正所謂哪裡有錢呢 犯罪分子就去哪裡了 直到1990年代 這些黑勢力 最賺錢的就是買賣非法移民 後來他們就開始靠著 敲詐、勒索的華人企業家 和做生意去獲利 黑社會都會做生意的 當然他們做的是一些非法生意 或者他就從 透過對中國進口到羅馬 那些大型零售市場上的商品 去修補護費 那些黑工的收入當時是怎樣呢 就說那些做生意的工人 每天就做大約10小時左右 每月收入是500至900歐羅 但在官方紀錄裏 這些工人都不存在 當然是黑工來的 是因為當地的人 就算是本身的名牌子 他們都知道 如果所有事情都搞到合法 那個意大利成衣的價格 就會高到幾乎沒有市場 甚至有機會令到整個行業 在意大利消失 為什麼黑工可以這麼猖獗呢 真品牌是不會投訴的嗎 原來是這樣 因為黑工很多都是做假貨 但是品牌是知道 即使那些假貨會影響品牌的收入也好 但是很多那些名牌都是隻眼開隻眼閉的 因為他們明白如果他們打擊了那些黑勢力去賣假貨 是要付出一個很大的代價 是什麼呢 就是連他們自己都不可以靠著在拿玻璃那裏用那些便宜的工人 即其實他們暗碼地都用了很多黑工 有種說法就說 如果趕絕了當地的華人黑工 那些仍然保留在意大利生產 印著正宗Made in Italy的 就會因為成本大幅上漲而消失 那麼意大利當局不是沒有想過打擊黑工的 但是打擊成衣即是製造業那些黑工作方的行動 好像做極都做不完那樣的 因為那些中國企業的繁榮主要是來自 第一就是勞動成本很低廉 第二就是非人的工作節奏 第三就是逃稅 他說這幾樣東西都令到意大利當局很頭痕 其實他們很多那些勞動部的檢查人員 經常都去盯著他們 還有經常去封地下工作坊貼那些封條 但是是不是這麼容易查得多成這樣 剛才都說了 即是六千多間都收拾了三千多間 他們收拾了之後 然後又被中國人去接管了買 買起了他們 幾千間怎樣 裡面還要不止 可能還有一些另外再製造出來 是專門用黑工那些沒有記錄在裡面 那怎樣可以打擊他們呢 原來其中一個調查方法 就是靠看水電錶 即是無端端有個地方 水電用量不正常 他們就估那裏是一間沒有申報的工作坊 普拉托那裏2009年有個市長 即是2009年上任的 他叫心離 他自己本身都是做那些紡織業的 那些企業的 他應該是老闆來的 他當時就承諾會整頓整個區域 他就說自他上任之後 他的檢查的數目是增加了三倍的 但他說仍然有很多的工廠 就是你要定期檢查他才行的 他說他實在是 幾乎是沒有打擊整個非法系統的能力 他說整個布拉托的勞動檢查員 只有幾個而已 2019年在意大利的全國大選裏面 有一個叫做聯盟黨的一個 即極端右翼的政黨 他們的黨魁曾經想過一個 就是為意大利這麼多非法勞工 這麼多黑工的困境 有一個解決方案 簡直就是關上國門 鎖國 那當然是做不到 好了,為什麼做不到呢 講到這裏 我們就由黑工那種黑 追回源頭的另一種黑 就是黑勢力 即是黑幫和背後的黑心官員 黑幫勢力有兩種 一種是因為意大利華人那麼多 龍蛇混雜之後就會出現華人的黑幫 另一種就是當地原生的黑幫 我們先講第一種 意大利內政部曾經向議會提交了一份 出自意大利反黑手黨調查局的犯罪報告 那份的調查羅列了意大利境內 最多外國人犯罪的案例 其中普拉托和佛羅倫斯 最活躍的那些 意大利警方就叫他們 氣稱他們叫做中國黑手黨 中國籍的黑幫 令到他們很擔憂 金融時報曾經就報導過 那個標題叫做 華人黑幫填補黑手黨留下的空白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那些華人的犯罪集團 去到意大利 他對意大利感興趣的東西 說的是北部 當然不僅是葡萄酒田 美麗的風景之類 他們將佛羅倫斯附近的小城 變成了一個夜晚 側滿麻雀館、酒館 叫雞的地方 那些地下夜總會等等 意大利反黑手黨的部門就說 他們警方想要進入自成一國封閉的華人社區 是遭遇到很大的困難 那些黑幫的犯罪行為 包括大家都猜到 一些販毒、偷渡、賣淫、難索 偽造非法勞工市場之類的東西 但大多數的罪行 他們在他們的社區裡面進行 意大利警方就說 華人黑幫之所以在意大利中部 托斯卡納的勢力這麼大 整個大區那麼大 是因為黑手黨在那個區 其實不是太過活躍的 而是在西西里島那裡 譬如你在西西里島的地方 中國商人當然是向當地的黑手黨交保護費 就不是給華人黑幫 講到這裡 意大利名滿天下的黑手黨就要出場了 休息一會兒,一會兒再說 好舒服呀 廣東春季濕氣重 保健的要缺之一就是驅濕 春天是乾氣主導的季節 乾氣太旺盛 會導致脾胃虛弱 濕邪內困 令到氣血不長 要避免濕氣影響健康 可以通過飲湯來調理 以下兩款湯水 又好飲又保健 大家為何不試一下呢 雞骨草甘筍粟米豬腱湯 喜歡吃辣的朋友留意了 雞骨草清熱解毒 可以滋陰降火、健脾開胃 很適合經常吃辣的人 甘筍化製客氣 甘筍和熟米的清甜 以及雞骨草互相調和 加上豬腱肉味鮮味 相對熱漲呀 粉葛土福寧赤小豆扁豆甘筍豬腱湯 土福寧有清熱利濕解毒的功效 粉葛、赤小豆和扁豆亦可以利水驅濕 這個湯非常適合春夏或轉天氣時飲用 不但可以驅濕降骨火 還可以舒緩濕疹問題 這個湯鮮甜味道濃郁 家中老少都可以飲用 煲湯好麻煩呀 不少模範家庭都爛煲湯 榮師傅雞骨草甘筍粟米豬腱湯 和榮師傅粉葛土福寧赤小豆扁豆甘筍豬腱湯 就合你了 一包榮師傅的中國湯包 可以給兩日家庭飲用 一日一碗剛剛好 由現在起到2020年的3月底 凡透過不購人工作室 購買Kobi Life的榮師傅中國湯系列 可獲九折優惠 購物滿折購後港幣300元 還可以免運費 你只需要登入不求人工作室的Facebook專頁PM我們 或者電郵給我們 我們就會傳送Kubon Code優惠碼給你 然後你可以到Kobi Life網站 用優惠碼訂購各種湯包 好了,回來了 剛才說過 意大利在今時今日之所以會搞到這樣的局面 核心結構是時裝業帶來的華人移民問題 而令華人移民包括合法和非法的問題 搞到這麼嚴重 嚴重到幾乎解決不了 背後就見到很多黑勢力的首映 說到意大利的黑勢力 就怎能夠不提黑手黨呢 很多人以為黑手黨是一個黨 其實是不對的 意大利根本沒有一個黑幫組織叫黑手黨 但又有些人以為黑手黨是泛指意大利所有黑幫 那又不是很準確 因為大體來說 通常說黑手黨 只是發源於西西里島的一股黑勢力 而其他在意大利同樣存在了很久的黑組織 另外有名堂 例如位於卡拉布里亞做大本營的光榮會 在拿波里的那個叫卡摩拉 其實光榮會和卡摩拉仍在擴張勢力 一個是靠販賣毒品和人口為主 另一個是靠港口酒師和海洛英致富 為何一個黑手黨Maphia會令到這麼多人有誤會呢 這個牽涉到黑手黨的起源 起源有幾種傳說 第一種說法是源自一個很古老的傳說 就說在一千年前有個西班牙的女生被當地的貴族強暴了 他的哥哥就請了兩個敵厥為民的好兄弟 將貴族殺了 這三個勇敢的好漢就躲躲到意大利 在意大利創建了一個專門替普通平民老百姓打抱不平 聲進正義的組織 這就成為了以後的黑手黨 但是根據那些專家的考證 這個傳說其實一點都不古老 是十七世紀的時候 一個黑手黨的成員被人抓了的時候 在審判的時候他現場去作出來的 第二種說法就更加有民族正義感 就說黑手黨就源自對抗一個外國侵略者的反抗 在十三世紀末 意大利有個女生叫做馬菲亞 被法國的軍人強姦了 馬菲亞的媽媽就很傷心 就不斷喊著女兒的名字 傳承周裡奔走周圍喊 那些人就在馬菲亞的媽媽的感召之下 就成立了一個專門對付法國侵略者的組織 名字就叫馬菲亞 之後就衍生出一個以家族組織形式的 這個意大利黑手黨 在意大利文來說 就是剛才說的黑手黨 其實就是Mafia 但是根據這個專家的研究 這個說法都應該不是真的 比較主流的學術的說法就是說 Mafia 是源自阿拉伯話的 就解圖爛的意思 其實就用來借用那群在西西里島住的那群中年男人 其實是一個鬆散的組織 當時的西西里島就被特缺人和樂賣人佔領了 他們就組織起來原先在保護自己家人 後來就慢慢發展到抵抗那些侵略者 另一個理論就是Mafia 是巴勒莫方言來的 有美麗勇敢自信的意思 他本來的意思就好像英文的酷 即是很酷的一個人 不過其實在位於西西里 即是以家族結構組織的黑手黨 那裡的成員根本就不會自稱Mafia 這個名字是外行人叫的 他們自己說到不會這樣叫自己的 他們自稱是Cosernosia 即是解中文就是我們的行為 至於為什麼華文界會這樣叫他們做黑手黨 會譯了做黑手黨呢 就相傳說以前那些黑手黨分子做案之後 就很喜歡在現場留下一些印記 例如一隻黑手或者一些交叉的骷顱 慢慢中國人就習慣叫它做黑手黨 可能因為這個故事或者叫它做黑手黨 比他們原本的意大利文更加形象化容易明白 所以就這樣流傳了下來 為什麼黑手黨本身可以搞到這麼大的勢力呢 當然是很複雜的 簡單來說就是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黑手黨就利用意大利國內的混亂做一個契機 就助大了 他們的勢力就跟盤挫折 又跟很多的官員牽涉不清 所以以前意大利政府對於黑手黨的存在 都是有隻眼開隻眼閉的 因為有些政治人物的避陰 黑手黨就做了很多事情 他們又包覽那些地方建設工程 又做很多的經濟的經濟活動 其實所謂的官黑勾結 共反結構就這樣形成了 但是呢 那些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他為了選票之類的東西 又想要有利益 但是又怕自己的那些 惡劣行為被揭發 那他對於黑手黨的座大問題 又是 即是 抹一隻眼閉一隻眼 直到去80年代的晚期 就出現了很多的政治謀殺事件 即經動歐洲 整個歐洲都覺得很震驚 那意大利的司法系統裏面 始終有一些良心的檢察官 法官之類 那他們就被握著那些黑手黨 那些警察官 即是查他們 那些警察查他們 那樣 不過你說說到和今集的主題 最相關就是 時裝、華人、黑勢力的手影 就反而 在拿波里做大本營的卡摩拉 更厲害一些 意大利有個記者 他叫做羅貝托 他就花了很多年的時間去追查 即是拿波里的黑幫 即是卡摩拉的黑幫 做那些販賣人口的跨國活動 他又寫成了一本叫做 俄摩拉的很暢銷的著作 後來又改編了一個電影 他透露說 即是山寨品牌 就是卡摩拉的一個最大收入來源之一 而意大利工業家聯合會估計 意大利的無牌貨的價值 是達70億美元 講到這裏 就要講一個2018年 即不是很久之前的故事 在2018年 Samsung 即是我們的手機品牌 就跟一個叫做 即是別人叫他 山寨的Scrime 的品牌合作 那他叫做Scrime Italian 引起這個風風雨雨的 原來這個真的Scrime 就是這個美國品牌 那美國那個真品牌 就回應事件 就說 喂 我們Scrime 沒有跟Samsung談合作 沒有說過合作 那為什麼Samsung會宣佈合作呢 原來 Samsung宣佈的合作呢 就是這個Scrime Italian 但是他 宣佈了合作之後 坊間就 嘩 很多熟時裝的人 就很震驚了 就說 喂 那隻是這個山寨品牌 唐唐Samsung 你去跟山寨品牌合作 即是跟大陸合作那些 賈佐敦那些 那樣 那原來這個Scrime Italian 是這間公司 是由意大利的 卡摩拉 即是中部的這個黑幫 卡摩拉他創立的 這些這樣的山寨品牌 是怎樣煉成的 怎樣誕生的 原來最初原起 就是他們意大利以前 那些布廠 他想競投那些名牌子的合約的時候 通常好幾間 才可以一起去爭的 那很有趣的 那些這樣的時裝品牌 就會同樣去提供一些布料 和設計給不同的廠 可能有幾間兩三間 他是這樣去做的 其中做了出來最有效率 品質最好的那些布廠 才會得到合約 收到錢 那其他那些 拿了那些布來做了那些 那些廠又會怎樣呢 他又不是回收了它 很奇怪的 他們就會重新包裝那些產品 透過卡摩拉這個組織 他們卡摩拉有個很龐大的銷售網絡 透過卡摩拉就賣出去 主要就賣去美國或者歐洲 而歐洲呢 差不多有一成的那些時裝假貨 好大來源都從這裡來的 那這些假貨呢 那些品質其實很高的 因為本身它就是同樣的布料 和同樣的設計 那因為品質這麼高呢 搞到當地人很多 其實不太怕穿假貨 因為呢 便宜很多嘛 品質又沒有很大的差異 那在2013年開始呢 整個時裝界呢 就學會了什麼叫做合法 合法的假貨 有些的國際大品牌呢 就不記得了在意大利 或者有些地區去申請的版權 那些山寨的品牌呢 就看盡這個機會呢 就把那些真品的logo 就改一點點 就在當地就申請版權 那照版主管呢 就做出一個跟真品差不多 款式的東西出來 結果呢 就扣著這個合法的假貨的品牌呢 就賣去這些知名的時裝店 那由於它申請了版權呢 那官方牌子都沒有去計 那這些招哪來呢 這些招就是在某一個 東方的國家 大國 強國那裏學回來的咯 那由於呢 有些的山寨品牌呢 正是在意大利才盛行的 那都講過了 很多大品牌呢 就因為要依賴這個卡摩拉的廉價勞工呢 那它唯有就隻眼開隻眼閉了 那譬如你說 好像剛才說的Scrime 那它其實是告過Scrime Italia的 那時候還贏了 那所以官方扣押了 他12萬件假貨 但是後來呢 他再去起訴的時候呢 就被判敗訴 那所以呢 Scrime Italia 就變成了 在意大利 變成了合法的牌子 意大利政府呢 為了保護 每年帶來 600億收入的時裝產業呢 其實呢 都不是說完全沒有做過的 譬如說在2015年呢 它關閉了410個山寨品牌的網站 即是突擊了11個城市的山寨廠 但即使是這樣 其實都是杯水車身 很簡單 譬如就是Scrime Italia 它就是已經成為了一個 另類的國際品牌了 即是你連Samsung也愚蠢地走去跟它合作 不是被人吵 它究竟是不知道 還是想偷雞 我也不清楚 那卡摩拉和華人有什麼關係呢 俄摩拉那本書裡面講到 其實在中部活動和進去的華人黑工 其實都是靠著卡摩拉的網絡去進入意大利的 這些中國人呢 有些是偷渡客 非法移民 還是他們是被人口販賣去的呢 如果人口販賣是指用暴力威脅 或者其他方法強迫綁架、詐騙之方 騙他去呢 那他們怎樣可以去到的呢 這樣 究竟哪個中間扯綁的呢 原來有人查過就是那些在中國的勞務公司 那為什麼政府又可以容許這些勞務公司 變相將工人 其實很多都是農民來的 賣出去 那你中國那邊又要通過了 過了中國 雖然還有很多偷渡的 但是你去到 意大利又要有辦法要安頓了去的 那原來呢 有些的案例呢 就查出呢 就是意大利的那些官員做的 就是黑工有兩種 有一種是 即是完全黑到是不見得的 有些呢 原來他們是得到一些偽造的居留許好 那曾經普拉托都抓過一些 相關的那些工作人員的 那些官員的 原來呢 六百至千五元歐羅 就可以買到一份偽造的居留許可 那有些有個官員 曾經呢 就向成幾百個中國移民 出售這些假許可 假許可證的 那但是這些是冰山一國來的 那 講到這裏呢 今集就講到很多華人 和黑勢力的關係 講到這裏呢 再講一件不關時裝的事情 但是呢 有關黑手黨和中國 兩樣很密切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 那些黑幫就很喜歡利用 那些宗教 神秘儀式之類 去鞏固自己的地位 讓他自己的組織更加有控制力 而黑手黨呢 就很喜歡去展示 那個天主教信仰的 那些象徵和儀式 他們很喜歡意圖借著這些方式 例如參加一些宗教的遊行 或者呢 找人走去做教父之類的 這些東西呢 他們覺得很神聖的 這些舉動 他希望透過這些行為呢 去得到社會的認同 甚至得到好像神職人員那樣的 那麼超然的地位 其中一件事很有趣就是呢 他們連那個入會儀式 都跟一些宗教可以扯到相關 即剛才說面那一陣 他就很喜歡派人去參加一些宗教遊行 這樣滲入去一個主流的宗教那裡 但這件事是被教宗他們譴責過的 但另一方面就是呢 他們入會那裡 是有一種扭曲了的宗教儀式 是什麼呢 原來呢 近十幾年 在意大利的黑手黨和美國都會 美國的黑手黨 就很喜歡買達文西一幅畫的 以及拉菲爾一幅畫 叫做岩間聖母 拉菲爾一幅就叫做座椅中的聖母 這些聖像畫 那當然不是買真席 買那些高仿的藝作 但是即使是這樣呢 一年都要花300萬美元 那你可以說 黑幫的人要這麼多油畫來做什麼呢 難道黑幫就是換了一些很喜歡富庸風雅的大佬 還是說他們拿油畫來洗錢 洗黑錢呢 原來不是洗黑錢 臥底就透露說 那些黑幫之所以買這麼多高仿的名畫 原來是為了重啟一個很古老的儀式 這個本來就不是太過不見得人的機密 但是始終那些黑手黨 他們有一些加密法則 即是不可以告訴別人 入會儀式這些是秘密 直到那些警方 就追蹤到他們一次的入會儀式 拍到 結果就揭開了一個神秘面紗 原來是做什麼呢 他們的入會儀式是這樣的 那些黑幫的教父就用個匕首 劃開了新人的手 讓那些血滴一滴血 落那個有天主教聖人的畫像上面 然後他就要那個新人發誓 宣誓 他說你願意在聖人面前用血發誓 永遠遵守幫規 不出賣我們家族 那新人回答我發誓 我願意這樣之後 那個教父就會把那個聖像畫 就點著他 點火 如果你背叛下場就像這張畫像這樣 給這個火焰墳烤 去地獄那裡永不得安息 這樣 之後那個新人就會 接過那個燒到差不多爛的畫像 然後合起來 去掃色那個火焰去 然後教父就會走過來 抱著新人說 聖人賜福於你啊 我的兄弟 這樣 據說就不止意大利 連分支出去很多美國的黑手黨 每年收新人的入會儀式 都會跟剛才一樣搞這一套 所以耗費的油畫價值 就超過幾百萬美元 他說那些人就說 除非坐牢 或者是 那時候可能收緊人的時候 正直可能跟其他幫派火拼的特殊情況之外 否則新人入會 都會嚴格地遵守 剛才所說的 這一個由十九世紀流傳下來的一個標準儀式 由於 幅幅畫都要燒掉 黑手黨都會考慮 即是淺錢這件事 唯有買一些高房 高房得來便宜些 又能夠製造大量在哪裏呢 就是中國 如果你在美國製造的 即是美國當地的人畫的 製造的高房明畫 是要三四千元美金一幅的 而中國貨就只要三四百 大量訂購還有折頭 中國生產哪裏最多房製明畫 大家都知道了 很多聽眾都知道了 就是深圳的大分村 在這個層面上 意大利的黑勢力黑幫 有再一次跟中國拉上物不可分的關係 最後最後 就容許我穿鑿附會 講到明是穿鑿附會 不要挑戰 一個不多關事的意大利傳說 相傳距離在 米蘭大概140公里左右 意大利北部 有個地方叫都寧 那裏有很多 即是城裏有很多象徵 意味很濃厚的雕塑 會有些龍 怪獸面具 狗 獅子 之類的東西 這些雕塑 人們說他們做了一些連結 代表著一些 代表善良白魔法 或者是代表黑勢力的黑魔法 之類的勢力 他們就說 在一個古羅馬的時期 如果以那個都寧的四個城門 做四個方位基點 分別連接去城中心 有個叫做憲法廣場的 埃及方尖碑上面 整個城市就會呈一個45度角的 均衡排列 而這個45度角形成的能量 那個流動 就剛剛和另一個法律廣場 裡面的埃及方尖碑相交 它那個商交點就會被稱為地獄之門 據說那裡是都寧的邪惡 黑能量最強大的地方 因為那裡曾經是執行死刑的刑場 還有說 有一次在市政工程的修建的時候 在那裡發掘了一個很巨大的古代墓地 這些當然幾分真幾分假就見人見智 那裡是有這樣的傳說 好了 這個地方 即是這個都寧 就位於皮埃蒙特大區 這個大區的地方長官 沒有多久之前 剛剛公佈了自己是新冠病毒檢測結果 即是他中了一招 他是陽性的 不知道意大利北方的疫情這麼嚴重 和這個地獄之門回集的邪氣有沒有關係 今集的二屆物事錄就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覺得適合 就記得訂閱我們不求人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可以的話 就回到Facebook 去我列宇場的二屆物事錄的Facebook專頁給個讚 或者去我們不求人工作室的Facebook 就給個讚 多謝各位 雙體?不是那麼老套吧? 不是這麼說 下半世一之功做成女更老套 一個七十後的肥獨男 他其貌不揚又不是有錢 但是他沒有放棄過自己的幸福 雙體完一次又一次再一次 足足四十四次 過程千瘡百紅千奇百趣千真萬確 什麼奇妮都可以發生在他身上 追女沒什麼難得過外母那關 偏偏他連外母那關都過了 但是那個女士就不理我 索女玩雙體 但是又說暫時不考慮感情問題 大跨國集團高層中的高層去雙體 居然看中他 又高又美的女景花 為什麼要雙體? 個個警察都叫雞 為什麼呢? 想知獨男的神級雙體經歷 就一定要看獨男雙體真人鬍 有一種幸福叫主動 這本書不單是聶奇 還是作者他花上無數血、寒、金錢、時間和心機 千除百年而成的雙體秘笈 誰說雙體無靈女、無順盤 網上交友、speed dating 單對單陪對 哪樣最安全有效? 雙體女士想非理的時候會說什麼? 怎樣可以令對方留有好印象? 怎樣找話題?有什麼不好說? 說太多是錯,不說話都是錯 獨男雙體真人鬍已經於各大書局有手